长厨 食用油适量 做法 处理干净的牛肉 切成薄厚均匀的片 之所指导 牛肉可以切较薄的片 炒制时会更好入味 洗净的彩胶切开去籽 切条 切成块 洗净的圆胶切开去籽 切条 切成块 处理好的洋葱切成条 再切成块 牛肉装入碗中 加入料酒 盐 石粉 搅匀 加入少许水淀粉 搅匀 搅匀 热锅助油烧热 倒入牛肉 炒至转色 营养分析 牛肉含有蛋白质 脂肪 胆栽醇等成分 具有益气补血 健脾养胃等功效 倒入 倒入备好的姜片 翻炒出香味 放入黑胡椒 蚝油 快速翻炒均匀 倒入洋葱 彩椒 橙椒 圆椒 翻炒均匀 加入生抽 盐 白糖 炒匀调味 将炒好的菜肴盛出 装入盘中即可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